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色彩 所见及所得 相隔再远 跨越空间一步到位 拉近美好 远近近程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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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电视边看边聊 新一代华为智慧屏V系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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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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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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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代P系列 超级防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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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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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非洲拍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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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由于是在非洲拍的大象 随手一拍就拍出来 我们Active Fusion Pro的 超动态的换围技术 能让我们的动态捕捕捉能力 提升28% 大家看我们对比一下 iPhone 12 Pro Max SR1 Ultra 可以看到 他们拍不出 这么高动态换围的图像出来 我们能真正提供了 卓越的光影表现 在我们的逆光中 在新疆逆光 我们拍出层次感 这是在非洲 在早上逆光 我们可以看到 远处的小动物 它的毛画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超常曝光能力 别人超常曝光 现在也能拍银河了 我们也进步了 但我们的超常曝光能力 拍出更好的银河系 我们的超常曝光 大家拍这个 霸佛长空的闪电 绚丽的瞬间 我们可以把它捕获下来 我们华为影像 P50的华为影像 捕获色彩 可以看见生活中 更多的美好 XD Fusion的原色引擎 让环境的光谱分析能力 那个摄像的准确度 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们的色彩能力 经过专业的评估机构 评估 达到第一名的能力 这是我们把 多光谱的摄文传感器 从8通道 升级到10通道 也环境光的采集的 更加准确 也更宽的频谱 更多通道 同时 我们不仅手机的屏幕显示 P3广色域 我们这是把拍照的 色彩空间 从SRGB 也升级到P3 色域覆盖的提升 15% 这样的色彩校准 从过去的400多个点 提升到P3广色域的 2000多个点的 色彩校准的点 让色彩更加准确 大家看一下 中间是我们 实际环境的色彩 左边是我们P50 我们完整地能够复原 真实世界的色彩 右边拍的颜色变色了 所以我们拍这个人 我们华为P50 Pro 完整地复原了这个颜色 右边它把衣服 红色拍成橘色了 还有脸色肤色和背景 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华为P50 Pro 这种斑斓的色彩 都能够记录下来 华为P50 Pro 能捕捉生活中的 这种惊喜的色彩 还有我们华为的P50 Pro 带了一个黑白摄像头 能拍出更加有质感的 黑白照片出来 我们华为影像技术 能够帮助快拍 能够抓住定格瞬间 抓住明妙的一瞬间 我们的对比 我们一起同时拍照 基建 是快速运动的基建 我们能不能抓拍到 那个精彩的瞬间 我们华为P50 不仅拍到了 我们放大看 而且很清晰的 iPhone 12 Pro Max 它也拍到了 但是模糊了 另外一个 它的错失的瞬间 过去大家的反应 就是用智能手机 有时候拍小孩子 迅速抓拍的时候 就抓不到 一般小孩子一直在动 但今天 用华为的P50系列 我们能抓住 这个美丽的 美妙的瞬间 我们不仅 后视相机很强大 我们的前置相机 我们是原色的 前置影像系统 P50 Pro 采用了1300万像素的 100度的超广角自拍 而且带14厘米的 超近的自动对焦 这辆P50和P50 Pro 都带有 就是我们吸屏 注视屏幕 不吸屏的这种功能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当你眼睛 看屏幕的时候 有时候超过时间 它就会休眠 它发现你在看到的时候 它可以继续点亮这个屏幕 我们这个强大的前置摄像头 也带来非常酷的 自拍的效果 原色自拍 超轻自拍 还有我们的广角 群拍的时候 这个更精彩的 捕捉了更大的画面 我们的自拍 能够还原真实的色彩 原色自拍 记录这个细节 我们华为P50的 华为影像技术 不仅拍照好 而且我们拍视频 我们说动静皆宜 大家看我们这里 我列了几个 用我们华为P50来拍的视频 AI防抖这种技术 还有全焦段的 4K的视频拍摄 4K的颜色摄影 右下角我们是 AI微动瞬间 像是拍照 但是它能够 AI的识别 这个动态图像的时候 它把这个动态图像 也给记录下来 这是小猫的眼睛和耳朵 大家在动 你看这微细节 很酷的 让我们看一下 用华为的P50系列 拍摄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些精彩的视频 都用华为P50系列拍摄 我们说不仅能拍得好 也简单有趣 这次我们推出了花瓣剪辑 让你拍的视频以后 用花瓣剪辑能剪出更加棒的视频出来 大家用华为智能手机拍出了非常好的电影 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新一届的经济手机电影计划 从今年8月份开始到明年7月份截止 用华为智能手机拍出最精彩的电影 等明天咱到了那什么沙漠海 肯定能拍出我媳妇期待那大女儿 不是谁都有梦想 梦想 你懂 我想看见未来 我想看见一百年后的我 我没有去活生长大以后该有的样子 人生这条路 没有谁能陪你走到底的 是我俩 小子 我最大的梦想值得成为一天开始 耶稣 别再难为自己 也别再难为孩子了 你知道我一直我就梦想 我可以有一天还能重新站回来 尽头前 一二三 走 有些事情你相信你可以 你就可以 青春 青春 好像一眨眼就要过去了 可是 还记得一路以来的自己吗 人生如性 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生活的主角 我们华为P50系列 带来体验的新生 我们鸿蒙OS 已经提前从6月2号 给我们现有的手机用户开始升级了 截止今天 已经有超过4千万用户 升级到鸿蒙OS2.0 每秒钟 有8个用户升级 平均 而且我也在这里 也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 我们明年开始 我们过去历史上市的 上市的更老的一些机型 甚至Mate9系列 P10系列 都会陆陆续续 提供鸿蒙OS的升级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把过去几年前的老手机拿出来 升级鸿蒙 还能够很好的体验 带来很好的体验 如果实现手机年代太久了 可以到华为用户 售后服务中心 更换新电池 这样手机就变成焕然一新了 我们华为P50系列 搭载鸿蒙OS2.0 带来的新的用户设计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用鸿蒙OS 我们可以体会到 我自己体会到 这个字体看得非常舒适 很清晰 我们不仅新的字体 还有全新的图标体系 全新的主题 全新的卡片设计 还有清理物化的这种设计风格 还有我们的引力动效 整个的用户体验 我们的质感光影 这么紧身的这种设计 就让整个的手机更美 更好的用户体验 我们同时有创新的交付 个性便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大家可以个性化地设置你的桌面 我们提供的万能的卡片 大文件夹 丰富的样式 这个万能的卡片 很多人设计的 非常方便 非常用 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桌面 我们的鸿蒙OS 带来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全场景多设备 协同互联的能力 可以带来生活中更多的精彩 我们围绕着五大生活场景 智慧办公 自己营业娱乐 运动健康 智能家具和智慧出行 多设备协同联动起来 比如说我们手机和平板 可以通过T50的右上角 一下滑出来 可以超级终端控制 可以直接跟PAD进行连接 这样的话 你给多设备的 跟PAD之间的这种 拖拽操作 办公效率 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们和PC一样的 我们通过超级终端一连 这样它可以连到PC里面 我们在PC上 我们下载的 看到的很多好的图片 我们想存在手机里面 我们可以另存 看U盘一样 另存到手机里面去了 是非常非常方便 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们手机和智慧屏 我们在手机上看一个视频 我们能够超级终端的控制 我们可以直接 给它收到智慧屏中 用大屏来观影 效果更好 我们手机和手表 和智慧屏和多设备 可以进行协同 我们手表上 有的信息提醒 我们点击 可以打开我们手机上的视频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超级终端 可以达到智慧屏上去 我们的智能家居 家电 我们通过一碰 你可以自动发现 可以进行家电的控制 非常方便 轻轻一碰 智慧加倍 所以我们同盟OS 加持着P50 让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 多设备的协同 分布使超级实现了 分布使超级终端的这种功能 体验更强大 华为初妹的9开始 多年前的 欧运的9开始 我们就提出的口号 就是天声快 一声快 天声流畅 持久流畅 P50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120帧的帧率 相比别人60帧的旗舰机 我们的丢帧率 还降低27% 而且我们120帧 相比别人60帧 我们的响应实验 还降低9% 所以我们更好的体验 我们120帧 这是我们首发的 120帧的游戏 P50 这两款游戏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而且我们带来更低的功耗 我们的触控实验 我们的120帧 比别人的60帧的 低了37% 我们120帧的 相比别人60帧的 我们的续航 还更好 我们说我们的 长期使用 36个月 手机长期使用以后 老化使用以后 我们仍然保持极致的性能 我们的速度下降非常小 微服其微 大家知道 华为 我们是5G技术的 全球的领导者 同时我们也是 通信技术的 全球的引领领导者 因为这两年多 美国的四轮制裁 限制我们的5G 我们的手机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4G 我们的5G的芯片 只能当4G用 但是因为我们强大的领先的 4G和5G和所有的通信技术 我们在即便用4G 加WiFi 6 采用我们的AI的 易购通信技术 我们也仍然实现了 强大的通信性能 我们有视网协同 双卡 加上2.4G的WiFi 6 和5G的WiFi 6 视网协同 双网并发 我们AI的信号预设技术 能够独家的信号地图 AI的调度 我们看一下 比如我们开车 我们进入信号好的区域 大家都能好的速度 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有弱信号区域 我们会提前 进AI的信号预设 提前的下载Buffer 缓存 这样经过弱信号区域 有其他手机 他们就会卡顿 我们仍然还保持 不错的流畅度 所以这样我们 AI的信号预设 智能调度 让手机 一直好的用户体验顺畅 我们大概的常规的应用 哪怕看视频内的 一般的数据 每秒的风刺数里 都低于100兆 哪怕游戏里的 还有很多购物里的 就更低了 这样的话 我们日常的应用的 平均通信功耗 我们比iPhone 12 Pro 低了21.5% 我们正低的功耗 更好的通信性 我们AI异构通信 虽然只有4G加WiFi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有一个 大流量 大文件 比如像测试软件 这种测的 这种场景下 我们弱于别人以外 我们其他所有的场景 都是优于 最差都等于别人 所以说在绝大的 用户体验场景上 我们都带来卓越的 通信体验 同时我们 T50系列 安全可信 隐私无忧 我们打造纯净的 安全体系 从应用的发布 到应用的安装 到应用的疫情 都要保证 安全与隐私保护 比如我举个例子 像浏览器 点击那个锁 我们可以 来过滤网页广告 比如我们转发 消息截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隐藏 好友的头像和昵称 我们在系统 引事安全保护方面 获得了全球多项 最高级别的认证 今天 我们把应用服务 也再升级 比如我们超级备网络 我们可以 证件的双边扫描 保存 一键打印 制定水印 等等 一键提取文字 还有我们 网页浏览的时候 我们就坐飞机的时候 没有信号 我们可以把这个 网页浏览的信息 直接这个 分享到 我们的超级备网络里面 这样可以离线观看 后面的软件版本升级 可以支持这样的功能 我们的AI字幕这个功能 当你不方便接别人电话的时候 我可以发字幕 它转发着语音 跟别人对答 还有我们看影片 看其他的时候 其他语言 我们通过AI字幕 可以的翻译 可以打字幕上去 可以支持多种语言 我推荐大家 使用华为云空间 当你手机存在空间 不足的时候 你可以把照片 存到华为云空间里面 我们的云空间 还有增量同步功能 当然你编辑一个文档 只改了一点点 它只把增量部分 同步上去 不需要把整个文件同步 这样的话 就是很节省流量 而且我们支持了 设备查找的功能 还有家人 给授权的家人位置分享 我想告诉大家 使用华为云空间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安全问题 无论是传输过程 和在云端的数据 都是加密的 使用华为云空间 更安全 更便捷 更高效 我们的华为音乐 跟环球等等 很多内容方已经合作 让我们的曲库 进行全新的升级 体验更棒 我们的华为视频 汇聚了最强大的 内容汇聚平台 不仅华为视频 自己的东西 还有芒果TV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PPTU 都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视频内容 最强大 我们还提供了 这个PETO1的 一个每月79元的 这样一个套餐 它包括200G的云空间 华为视频的会员 以及超级音乐VIP 可以在华为的 智慧屏 平板 手机 手表上 等等多个设备上使用 我们华为运动健康 App 也提供了 我们活力人生会员 有月卡 记卡和年卡 给大家选择 提供了科学运动指导 影视管理 和一些减压服务等等 同时 这次我为华为P50系列 带来精彩的配件和主题 这是我们从Mate40系列 开始推出的 缓散保护科 没想到推出 又很受大家喜爱 尤其爱自拍的人 女生特别喜爱这个 这个翻过来以后 就可以拍照的时候 给你补光 非常酷 来电也可以闪烁提醒 非常棒的体验 我们这次带来一个 非常创新的 皮革支架保护科 当你把这个保护科 金属支架扣开 可以支撑你看电影 非常方便 我们这次提供了 艺术主题和保护科 保护科很炫酷的设计 同时我们的内部的主题 甚至AOD细屏显示 它结合起来 内外合一的设计 我们同时带来 多种款式 而且这种艺术主题的 保护科 也带有我们这个 支架功能 这次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智能无线充电 可以三个设备 同时充电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 华为P50 智能手机 以我们万向双环的设计 唯美的紧凑 超薄机身的设计 以我们强大的 华为影像的技术 带来摄影和摄像的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同时搭载着我们的 鸿蒙OS2.0 以及我们带来的强悍的 智慧化的用户体验 华为P50 万象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带来 新一代的华为Sounder的智能音箱 大家知道华为的Sounder系列智能音箱 我们上市以后广受消费者喜爱 它的音质是最棒的音质 它是最经典的这种设计 今天我们带来新一代的华为Sounder X 新一代华为Sounder X 是Harmony OS家族的颜值与音质担当 首先看我们华为Sounder X 带来的经典的设计 我们说这是四季 党机的这种经典设计 很多音乐发掃有喜欢电子管的设计 我们把电子管的灯光色彩和设计 带入到新一代的华为Sounder X上来 新一代华为Sounder X将是智能和经典的完美结合 打造晶莹体透 科技灵斗 胆位十足的艺术品 可是我们的灯光 我们跟人通话的时候 人机互动的时候 也有这种拟人的这种交互 灯光的交互 大家在使用时可以好好体验这个拟人化的交互 而且我们的灯光的色彩可以改变 一点换彩 一盖进一 双拍就熄灯 所以我们的幻影的灯效可以随心切换 非常方便 新一代的Sounder X带来澎湃的音质 这是我们和低瓦尼合作 设计的首款的三分频的智能音箱 回顾我们和低瓦尼的音频合作 从第一代Sounder X的时候 我们引入了60瓦的双低音炮 华为Sounder我们听过了跟低瓦尼合作的四喇叭的系统 从2020一款的V系列 我们采用了低瓦尼的九单元的影院的生产技术 上市以后大家非常喜爱 今天我们上市的Sounder X新款 八单元三分频的低瓦尼音响技术 我们引入了一个三瓦的高音喇叭 它采用0.1毫米的超薄湿绒 秋顶震膜的技术 还有四个五瓦的中音喇叭 它是碳纤维的振膜加上稀土的磁铁 非常棒的中音 还有一个五十瓦的重低音 大口径的4.75英寸的 还带了两个无源辐射器 它采用低瓦尼的SAM和PUSH技术 三分频的三个组合 带来了我们最棒的智能音响的体验 应该说智能音响的新标杆 带来了四高 高频宽 高动态 高均衡和高保生 华为Sounder X可以说超越了万元机音响 我们对比了17900多元的DNO的这款音响 我们平坦度我们也更高 我们高频可以延展到40KHz 尤其我们的平坦度也是更好 所以我们华为Sounder X超越了万元级的音响水平 华为Sounder X也是首款获得CPHA认证的 高保证的自动音响 华为Sounder X搭载了我们的鸿蒙OS 2.0 也带来了智慧的体验的升级 我们鸿蒙OS的自发现的能力 可以自动发现 大家看一下 鸿蒙OS带来了这种自发现的能力很强大 我们还可以通过鸿蒙OS超级终端 一碰传音 一碰显卡片 这种音乐五缝流转 In my mind Nestle deep In the pine Suddenly It feels like I'm gonna fall 音乐五缝流转 我们的超级终端的控制 非常便捷 我们华为Sounder X 我们支持了蓝牙的无损音乐 支持WiFi的这个智能语音 还支持3.5毫米的这种接口 另外还支持DMI QPlay等等标准 应该说我们提供更强大的 这种强大的功能 供大家选择 这就是华为Sounder X 深深出色 制定经典胆机的设计 同时我们搭载红蒙OS带来的智慧化的功能 以及华为音乐来提供高品质的音乐专区 首款DWiFi联合设计的三分屏智能音箱 把人声还原到耳边 把音乐听带回家 华为的智慧屏 我们不仅仅是电视 我们智慧屏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都没有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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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比裁判看得都更加清楚 我们提供了速冲的护眼保护 包括无频闪 低蓝光 自动亮度调节和自然色彩显示 我们V75 Super相比 我们和三星旗舰的智能电视 我们的亮度是最高的 达到3000尼特 索尼的这款OLED屏 它只有850尼特 我们的Super MiniLED达到2880分区 像三星的这个值得有1000多分区 华为制品V75 Super 专业观影屏 把电影院搬进客厅 V75 Super不仅带来 Super的画质 还带来Super的音质 我们这次和低瓦力合作 带来20个单元音响系统 75瓦大功力的 影院级的3D环道声 我们的低音 采用了两组 20瓦的重低音单元 还带有呼吸呼吁的无缘辐射系 不仅有重低音单元 我们还带来AI的天空音 V75发布以后 它的9个低瓦力单元 因音质 已经遥遥领先于 高端的旗舰的智能电视 但我们V75 Super 带来更好的影响效果 V75 Super 相比1万多元的 专业的Soundbar 我们音质得到98.25的高分 达到梦幻级的音质 华为自卫品V75 Super 电视音质新标杆 我们的华为V75 Super 它的音质已经非常好了 如果再配我们的两个 Sound X做后置 就实现了5.1.2的家庭音乐 当然这个后置的Sound X音箱 都是无线的 不需要布线 就华为自评 V75 加上我们双Sound X音箱 就把5.1.2的家庭音乐 带回家 我们V75 Super 同时还有Super的智慧 它搭载的鸿木OS 2.0 带来我们的智慧的新体验 我们超级终端的功能 通过我们手机的右上角下滑 可以下滑出这个超级终端的控制界面 可以适应影音的流转 唱联的流转 我们打个电视 通过左方唱联 可以在线上聚会了 我们的左方唱联通话 升级到十句话 我也想你们了孩子们 猜猜看 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们这个投屏分屏 一屏两用的功能 很棒 我们的智慧提醒 时刻关爱 华为VTU Super 带来Super的画质 Super的音质 和Super的智慧 华为VTU Super 不只智慧 巅峰影画 带给大家 下面我带大家 看一块我们更大的智慧屏 巨木智慧屏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我们华为智慧屏的 最大的一款智慧屏 98英寸的巨木 华为智慧屏 V98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屏幕上 有反光 但是我们今天 在V98上面 采用了一个 AZ防眩光屏 无距反光 清晰可见 大家知道 我们平常在家里的 有灯光 可以照在屏幕上 尤其在户外的阳光 照到屏幕上以后 特别不舒服 我平常也以前看电视 我们家里去了 如果户外的阳光很强的话 照进来的话 需要拉上窗帘 看电视才舒服 但今天 拥有了我们的 AZ防眩光 可以不怕反光 仍然很清晰地 观赏我们的 巨木的智慧屏 当我们的 界面的UI的时候 放到2.2米的 巨型尺寸上以后 清晰度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在 V98上用了 4K的UI 显示更加清晰 当然我们 98英寸 当我们使用了 180赫兹以后 体验就更加明显了 60赫兹 屏幕抖动 180赫兹以后 用了V98 巨型尺寸上 更好的 使用180赫兹 所以我们华为 自用V98 巨木 180赫兹 也更好的 用户体验 当我们的V98 用了我们的 AI Max以后 我们就把家庭影院的 优质的内容 和家庭影院的效果 优质的视频 带回家 当我们在 V98这个巨木上面 打畅铃电话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 真人大笑 这种感觉 有森林奇迹的 这种感觉 我们在V98 搭载了我们 红木OS 2.0 多方畅联通话 AI运动健康 超级终端 分布式跨屏 智慧提醒等等 所有的智慧化的功能 全部都具备 同时我也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们不仅 现在今天发布的 V75 Super 和V98上面 这些 红木OS 2.0 带着新的智慧功能 拥有 我们已经上市的 过去的发布的 V655 V65 V75 V85 智慧智慧病 软件将会全面升级 都是把这些智慧化的 新的增加的 智慧化的功能 都会上去 大家都可以体验到 我们华为智慧病 坚持常用常新 永不过失 我们华为智慧病 V98 有这个挂枪安装 也可以 现在这个场景 就是挂枪安装的 我们还有一个 这种做装这种方式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落地支架 这种落地支架的时候 走线可能会比较难看 我们很聪明的设计 让走线 走这个支架的后部 这个倒槽里面 非常漂亮 大家是否担心 这个太大了 这个98英寸 确实是2.2米 这种宽 客厅是不是放不下 大家看一下 宽度是2.2米 考虑到最佳的观赏距离 我们最近的观赏距离 2.3米 我最佳的观赏距离 3.5米 只要你的家里的距离 能够大于2.3米 一般的客厅都足够了 V98搬回家 就是把剧目的家庭影院 搬回到家里 V98和我们的四个 Sound X音箱组合起来 就可以组成5.1声道的 剧目的家庭影院 所以不仅屏幕大 画质好 还没有反光 而且5.1声道的这种音质 四个Sound X 这个音质是非常非常棒 我们中置就可以用V98 前面左右声道 用Sound X 后面两个后置 也用Sound X 我们的Harmony OS的 这个自发线功能 可以方便一键组成 分布式家庭影院 不需要布线 这个非常方便 无线的连接 这就是华为的 智慧屏幕V98 我们用最聚频的 AZ防线光 1.4赫兹 与Sound X结合起来 用最好的音质 搭载红幕OSR.0 最强大的智慧化的功能 以及我们的AIMX偏远 带给大家 华为V98 大 巨目 有多大 大家看一下 我两个双臂展开 我都 够不到 是吧 这个非常非常巨大 华为V98 大有智慧 下面 我来邀请 我的同事 来给大家 介绍另外几款 新的产品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这时呢 它还是一个学习平板 所以它能够陪伴孩子 成长的各个阶段 这就是我们首款 基于HarmonyOS的 华为小精灵 学习智慧屏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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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孩子的教育呢 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 你们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学习设备 来作为辅助 但是市面上产品特别多 那么大家呢 往往都会陷入选择的焦虑 我们分析来看 主要的顾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它能不能帮助培养我们孩子 自主学习的习惯 而不是我们每天跟在后面各种催啊 各种吼啊 第二呢 就是当长时间使用的时候 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三呢 就是它提供的内容 是不是足够的权威和优质 那么我们的小精灵学习智慧屏呢 它能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他自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 AI慧眼呢 是华为智慧屏的DNA 我们的小精灵学习智慧屏 也延续了这个DNA 采用了一个独特的翻转式的设计 手机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文档校正的功能 那么学习智慧屏呢 就把这个功能升级成了更强大的一个 实时T型校正的功能 你可以在屏幕当中 真实地还原到你看到的书本的样子 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 小精灵学习智慧屏呢 它是第一个把读绘本和读课本 合二为一的这么一个设备 小朋友 你可以按一下音管 听听长号的声音 那梦幻拉管把时间缩短在流星闪过的一秒钟 还在阅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声词 它需要在各种APP中来回的切换 非常地麻烦和低效 所以我们首创了 是把五本的词典聚合在了一个APP里面 一站式就能搞定它中文和英文 以及成语的查询 那么能让孩子的阅读和学习 一气合成不被打断 我们相信这样是最能提高 自主学习效率的 父母有时候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 来当面辅导孩子的功课 比如说你在出差 那么远程辅导 我们发现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我们为此呢 就独创了一个远程的作业辅导功能 这是华为独有的一个功能 它是把我们的双AI会演 和鸿蒙分布式的能力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你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前面上面的一个智能升降摄像头 你就可以在手机和平板上 可以时时地看到作业 你还可以在作业上进行批注 那另外一边呢 孩子也能看到 你写的时时批注 在远程辅导的时候 你的孩子呢 既能看到批注 他也能看到你 让家长呢 再远再忙 也不会缺席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和成长 除了家长 孩子还能通过学艺智慧评 来问老师 问学霸 想问谁就问谁 在线请帮手 难题当面交 儿童语音的识别的准确率 一直是业界的一个难题 通常都不超过65% 那目前呢 华为是能够做到识别准确率超过85%以上 同时呢 我们小精灵的这个同趣的语音 会有感情的跟孩子交流 就像一个真实的小伙伴 此外呢 他还可以陪孩子日常的英文对话 通过营造一个英文的环境呢 来培养英文的学习兴趣 最后呢 就是我们从儿童大百科中 提取了300万条 我们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问答对话 你的孩子就算有10万个为什么 他也能对答如流 在内容方面呢 他有超过700套的教材 研究发现呢 3到12岁是防护近视 和养成科学坐姿 最关键的时期 华为小精灵学义智慧屏 是首款通过了 人体工程学认证的 这么一款学义智慧屏 我们发现呢 在112.5度最舒适 最健康 有的时候小朋友看着看着 他就不自觉地离屏幕就过近了 那么这样呢 就容易近视 比如说小于30厘米的时候 我们的AI慧眼 就能够智能地识别出来 父母有很大的一个苦恼都是 小朋友拿着电子产品不去学习 经常是用来打游戏啊 看电视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些娱乐内容呢 就完全地屏蔽了 让孩子呢 更专注地学习 我们通过16重的健康核骨 来全面保障孩子身与心的健康 这就是华为小精灵 首款基于HarmonyOS的学习智慧屏 带来的特色功能 它是帮助孩子高效自主学习 健康成长的最佳拍档 华为小精灵学习智慧屏 有两款配置 标准款是64G 价格是2699元 预售日期是2021年7月29日 22点08分 开售时间是8月12日零点 能够存储更多学习内容的 128G大容量款 价格是2999元 开售时间是2021年8月底 除了带给孩子专注学习的设备 我们还为小朋友准备了 运动健康和安全守护的 儿童手表4PRO 这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那个表圈 它采用的是真空电镀工艺 让表圈更闪亮 同时呢 它有1.41英寸的AMOLED屏幕 可以在各种环境光下 自动调节亮度 不管是在户外的非常强的 这种太阳光下 还是在室内的暗光下 孩子呢都会看得更清晰 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嵌入式的守护灯 它走路的时候 能跟孩子的步伐能够同频闪动 那么还在晚上行走的时候 它也会更安全 这也是一款4G全网通的儿童手表 你可以去采用三大运营商的服务 此外呢它独有的九重AI定位技术 能更精准地记录孩子的足迹 那么家长呢也会更放心 我们还内置了全新的紫外线和环境光的传感器 它能够记录自然光照时间 比如说它识别到你在户外光照的时间过少 就会提醒你要出去活动一下 那么来鼓励孩子呢 参与更多的户外活动 华为儿童手表4PROW 支持的是50米的防水 同时呢我们还升级了9轴的运动传感器 再配合上专业的游泳训练模式 就像孩子提升教练 儿童的成长 它更离不开父母的沟通 那么这款手表呢 更是配备了5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它可以跟我们周边的手机啊 平板啊 智慧屏等等带屏的设备呢 轻松地实现畅联视频通话 让我们的关爱一触即答 这个就是我们华为儿童手表4PROW 一如既往更好的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华为儿童手表4PROW的价格是998元 预售时间是2021年8月20日零点 开售时间是8月30日零点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两款产品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华为全场景的新品 我们为运动健康 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择 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华为手环6PROW 华为手环6PROW的机身呢 采用的是增强型的聚合纤维材质 它的机身只有18克 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晚上带着它来 看我的睡眠质量 因为它佩戴起来几乎就是无感的 非常舒适 真空的电动工艺 让它的机身边框 可以发出金属般的闪亮光泽 非常有质感 华为手环6PROW比6 最大的升级功能是体温的研究 因为它内置了温度的传感器 所以当你的体温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震动告进 手环6PROW还支持了全天候连续的血氧监测 心脏的健康管理 压力的监测 96种的运动模式 NFC的智能刷卡 智能语音等等诸多强大功能 能满足你对健康运动 便捷等全方位的需求 华为手环6PROW的价格是449元 除此之外 我们还带来了全新升级的套装产品 首先那就是第一款 我们华为Watch GT2 PROW的这款 金卡限定版 去年10月份 我们就发布了首款通过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的ECG的手表 这次我们推出了这款 金卡限定版 一年无限次的 享受专家心电解读的服务 我们还新增了一个 心电监测的功能 当手表监测到你的 虚拟异常的时候 它就会主动提醒用户 进行详细的心电图的测量 华为Watch GT2 PROW的 金卡限定版的价格是 3088元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华为FreeBuds 4的 无线耳机的一个特别款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 全新密语红和华为音乐 联合的一个尊享版 通过这个尊享版 你可以获得一个月的 华为音乐会员 这里面就包括了 19项的音乐特权 比如说海量的曲库 高品质的音乐 免费的下载等等 当然了如果你更喜欢听书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听书会员 让你唱听好书与好课 华为FreeBuds 4的无线耳机 密语红和华为音乐 尊享版的价格是 999元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华为MatePad Pro 我们将MatePad Pro升级到了 512GB的大存储 给大家提供更强大的生产力工具 创作者会用Unpencil来绘制画作 以及用键鼠来剪辑高清的视频 同时我们知道高效的创作 其实离不开海量的素材 那么我们HarmonyOS多设备协同的功能呢 就能够让MatePad Pro 轻松汇聚和调用 你身边的手机呀PC呀 里面海量的素材 让你的办公和创作更加得心应手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 512GB的大存储的 12.6英寸的华为MatePad Pro 套状中呢 还包含了第二代华为M Pencil 和专属的智能磁吸键盘 价格是7699元 除此之外 我们还围绕健康和学习 带来了几款制选生态产品 首先呢 是两款用来学习的词点笔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AlphaDAN智能词点笔S 它有独有的跨屏功能 还有标准的发音测屏的功能 第二款就是我们华为制选的 有道智能词点笔 2.97英寸的高清的大屏 收纳了超过293万的英文词汇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具有金融级安全防护的高品质门锁 可以用我们的华为手机一碰开锁 可以非常完美地和我们的全物智能 以及其他的设备呢 进行全场景的联动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 华为制选三诺血糖测试系统 非常的小巧和便携 它用起来呢 也特别简单 可以快速轻松连接我们的华为运动健康APP 这就是我们华为制选的生态产品 接下来 让我们把舞台交还给余总 好 今天我也宣布我们的新产品的价格 我们新款Sondax 2199元 7月29号开始预售 8月12号正式销售 我们华为制选评V75 Super 它的价格是24,999元 也是7月29号预售 8月12号正式销售 我们最大的华为制选评 V98巨木智慧品 29999元 我们华为制选评 V75 Super和V98的用户 还得了一些手销的红利 包括华为视频的黄金会员卡 G卡和华为音乐的超级VIP的G卡 华为P50 Pro 8加188G价格是5988元 8加256G价格是6488元 8加512G的价格是7488元 7月30号开始预售 8月12号开始正式销售 我们首先销售的是 麒麟9000芯片的版本 高通888芯片版本 预计在年底左右开始销售 我们P50 Pro 还有这两款颜色 12加512G这个版本是7988元 12G加512G的版本 是8488元 这都使用了709000的芯片 9月份开始销售 我们P50 8加118G价格是4488元 8加56G价格是4988元 全部采用的高通 骁龙888 预计销售时间是9月份 开始销售 华为P50的皮革支架保护壳 199元 艺术主题保护壳 199元 缓散保护壳 299元 多设备的智能无线充电板 799元 同时大家打开我的华为 可以领取华为P50系列的新机的权益包 同时华为Card可以进享多种专属权益 我在这里还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过去大家买华为的老款的手机 存储空间不足了 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使用华为的云空间 但是还有一种方案 就是升级内存 你可以的64G 你过去188G 都可以升级到188G 或者256G 或者500G 内存 369元起 到华为的售后服务中心 陆续去升级 让人的老手机 可以焕然一新 可以用更大的存储空间 这就是我们今天 带给大家的 我们的全系列的产品 华为的P50系列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新款的智慧屏 智能音箱 以及穿戴产品 还有包括华为的 小精灵学习智慧屏 欢迎大家去体验和购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观看 华为旗舰新品发布会 接下来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华为P50系列 和智慧屏 V75 Super的首发开箱 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 出厂级搭载Harmony OS2 带来全新体验的 华为P50 Pro手机 刚刚看完发布会的小伙伴们 请把期待已久 打在公屏上 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华为P50 Pro共有五款颜色 分别是药精黑 血浴白 浮小粉 可可茶精 还有采用了毫秒级电质调光工艺的连衣云波动态配色 大家可以跟着我手指划过的脉络来感受P50 Pro带给我们的温润丝滑 所谓千千君子温润如玉 就像这款可可茶金色 低调谦逊 但又不是特别的气质 拿在手里 你会发现机身根据不同光线角度的变化 灵动可变 当然 值得大家关注的 还有全新万象双环设计的影像单元 下面我们就有请华为消费者业务旗舰手机产品线总裁李小龙先生 为大家详细讲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为手机产品线的李小龙 一直以来P系列追求美学和摄影的完美融合 拿在手上 对我来说 感觉就是 朱式 首先就是整个机身拿起来更轻薄了 我们在相对上一代长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厚度减少了0.45毫米 重量减少了14克 单手握住的时候 收获了更轻盈的手感 P50 Pro曲面屏幕是6.6英寸 顶部居中单孔屏 机身底部和顶部配备了双扬声器 可以实现均衡立体声 同时 P50系列全系列支持IP68防尘抗水 P50是P系列数字家族中 首个支持IP68的产品 接下来让我们展示一下 P50 Pro长焦的魅力 AIS Pro超级防抖 加持下手机拍照预览非常稳 我们现在实验一下10倍长焦拍摄 随手拍摄 据我们3米多的A4值的 这个清晰度测试表 我们可以看到 预览画面非常清楚 每个字都非常清晰 好 我们拍一张 看一下拍照的结果 拍照效果非常好 清晰度非常高 好 我们再拍一张 20倍的长焦拍摄 我们把它拖到20倍 我的手会有轻微的抖动 但是画面依然非常稳定 好 拍一张 看一下拍照的结果 每个字体都清晰可见 清晰度非常高 我关注到很多女生会抱怨 说网购口红常常遇到 实物和图片不符的情况 使用P50系列拍摄 可以还原出口红真实的色彩 也能拍出近似色的不同 再比如大家拍墙纸和窗帘 经常拍不准 也容易产生色彩的偏差 这时就不妨使用我们的P50 Pro 对色彩的还原进行一个体验 我面前已经准备了一排口红 肉眼所见的色彩名页 红色各异 现在我打开拍照 简单调整一下构图 按下快门 真实的色彩已经在照片中呈现了 镜头之下的红色也各有精彩 我们拿照片与口红进行一下对比 我们的记录呈拍显一致 我们看到真实的色彩已经在照片中呈现了 准确地呈现了肉眼能看到的色彩差异 P50系列在影像功能特性上 同样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惊喜 AI微动瞬间 AI消除 AI人脸遮挡都值得体验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拍摄 AI微动瞬间 把想要拍摄的微动的主体位于画面中心 然后按下快门 进入相册 然后把刚才的照片上滑 这时它会进行一个智能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点这个微动瞬间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我现在拍摄并制作出将小勺咬一部分咖啡 倒入咖啡杯中水泊涟漪的镜头 可以看到旁边的小金鱼是静止的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同事拍摄的其他样张 在比较乱的动态环境或背景下 我只想保留某一动态而趋于定格的镜头 就可以用这个小功能去记录下来 我们在影像处理过程中 关注用户的隐私保护需求 比如AI人脸遮挡 可实现视频中人脸的智能跟踪与遮挡 还有如聊天记录 一键隐藏用户头像和昵称的这些功能 都等待大家在使用P50系列的过程中发现 那今天围绕着P50系列进行的体验 与影像力的分享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也期待大家后续对P50系列的上手体验 感谢李小龙先生专业细致的讲解 除了出色的影像能力 搭载了Harmony OSR的P50 Pro的使用体验 也是如斯斑圣滑 在高速摄影机拍摄下 当我们快速上滑页面的时候 可以清楚地看到P50 Pro的页面更加顺畅 而且还可以动手制作专属自己的鸿蒙桌面 带有下滑线的图标 我们可以上滑就能选择卡片 还有不同尺寸和形式的卡片供大家选择 我们接着从手机的右上侧下滑 可以进入到控制中心 在这儿可以看到超级终端 在超级终端内就可以看到可连接的所有设备 当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 只需要轻轻拉音箱的图标 音乐就能自动切换到音箱播放 再轻轻拉开 音乐又回到了手机的扬声器播放 我们再来试一下连接MatePad Pro 连接后我们开启多屏协同 这时候手机和平板里的图片 闻档可以相互拖动 MatePad Pro的键盘也可以在手机窗口使用 不仅如此 手机和PC的多屏协同玩法更加丰富 不仅可以互传图片和文档 当我们用手机打开文档 会发现文档的打开方式是PC界面 这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电脑的鼠标键盘 来进行操作和修改 修改完成后 直接保存到手机里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们的手机窗口还可以分成三屏 支持同时打开三个APP 不仅如此 手机和智慧屏也可以通过超级终端连接 连接后手机画面就投屏在了智慧屏上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平板 镜像操作智慧屏 这种操控可比遥控器操作更方便简单 而且还可以直接畅联通话 畅联通话打通了多设备之间的交互 让手机平板智慧屏等设备之间都可以互相畅联通话 最高可支持12方视频通话 我面前的这款智慧屏就是刚刚发布的V75 Super 75寸大尺寸 区别于传统电视三面窄一面宽的样式 智慧屏V75 Super采用了四面视觉无边设计 更具备延伸性和沉浸感 而且V75 Super采用了控光更精细的 红弧Super Mini LED精密矩阵背光屏幕解决方案 目前市面上的背光电视仅有几百个物理分区 没有真正体现Mini LED的价值 我们的V75 Super采用的Mini LED数量超过了46000多颗 拥有高达2880个物理分区 是目前量产最高物理分区的75英寸电视 能够根据每一幅画面的显示内容 精密的调节背光亮度 让那些拥有丰富细节和耀眼高光的内容 格外真实生动 智慧电视目前主流的屏幕亮度仅有三四百尼特 峰值亮度达到1000到1500尼特 就已经非常优秀了 V75 Super的屏幕 HDR峰值亮度高达3000尼特 能够更好地还原观看自然界物体的真实感 可以更加完美地呈现动态HDR视频的亮度上显 当你在观看HDR Vivi内容时 更高的对比度 更加丰富的细节 可以让你更真实地感受自然 120赫兹高刷新率屏幕搭配顺息动态技术 使得高速运动的物体得到更清晰的展现 V75 Super还支持四重健康护眼 高达1.36千赫兹 远超行业标准 屏幕的背面配备了D瓦雷联合设计的 20个单元的智慧音响系统 拥有两个20瓦超重低音音箱 通过这四个外露的振动单元 就能感受到它的强悍能量 独立天空声道配合华为SUN的垂直3D环绕生产技术 让你拥有自身影院的临场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产品信息 欢迎大家来到华为官网或者华为线下门店 了解更多产品知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